白羊座的朋友,無論上星還是太陽 來到農曆六月,伴隨著巨蟹座的新月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不錯不錯 有幾項好消息 第一,一些拖了很久的事情 例如一些你自己要去做的人生很大的決定 或者是一些人家拖了你很久 然後被你的判決 包括法律訴訟官非那些事情 接下來這個農曆六月很快會出結果 然後你問我是正面還是負面呢 我會說六成是正面的 也不是純粹五波那麼斜利 六成是正面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祝福最好的 當然,尤其是法律訴訟官非訴訟的事情 你也希望全身而退,安然到過 我也在這裡送上一個關切的祝福 但當然,依然你們本身沒有做錯事 但是... 無論如何就明白了 好,又或者是一些如果你等了很久的文件 一些文書、合約 一直在這裡拖來拖去都還沒搞到 例如對方的派對 經常沒有時間跟你去簽東西 或者是約來約去都約他不見的 上次又遲到,然後又甩虐,甩虐 甩虐,失虐 接下來都會很快去達成這些合約 尤其是如果各客是做一些要去跑單的行業 例如保險、地產經紀 這樣你就會開心了 因為一些之前是甩虐的那些客人 接下來可以去死灰復營 你可以重新去甩虐是成功的 不過我告訴你 這裡就並不保證你會有很多新單 我不是說你接下來這個農曆六月生意會好 我只是會說一些舊的客人 尤其是那些有時候拖你很久 要去想想那些 可能你不找他,他也會重新找你 但是當然我們做人要積極一點 你不要說守株待兔 你也會主動去聊一聊他 不知道你還有沒有興趣 blablabla 然後很快,他們竟然會很快 就無端端是答應你的 OK 還有還有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叫做 書信的運 可能一些久久未聯絡的朋友 會無端端寫一封信給你 或者 不過算吧 現在這個世代 還哪有多少人 這麼有行程日誌去寫信呢 OK 但是不妨去查一下 自己的那個 E-mail 或者WhatsApp 即是那些訊息 那些功能 不要被一些東西沉了底 或者去了spam box OK 可能真的會有一些意外收獲 就發現 人家無端端去寄一些東西給你 甚至是禮物都可以的 你們這個月會無端端收到一些禮物 速遞 還有呢 因為我經常都說 即我不斷在說 有些東西會很快 進行得 那你們這個月也真的有可能 會無端端收到一些速遞 或者一些很快的訊息 無端端來了 但是會令你們高興的 那也可以包括什麼呢 我當有一個你很想見的人 是的 心儀對象 四暗戀對象 或者一些真是不知怎樣的朋友 他心血來潮 無端端找你 然後哎 你們摘日不如撞日 就立刻約了一下見 那你認不認識到這個意思 這些東西達成得是不是很快 一聲就搞定 還有 是會有一個很高興的結果 是不是 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一個 非常之天大的好消息 除此之外 如果你們做生意的話 都會有些很爽快的客人 會跟你去做生意 肯買你的東西 或者可能肯供應一些貨給你 那這個生意佬 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OK 還有對運動員 那為什麼我會說運動員呢 因為運動員其實都是符合到這裏的意象 因為你做運動很多都是要快 對不對 很多比賽都是要快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運動比賽鬥慢 不會有 你鬥慢的話你不用動 對不對 對了 但是會不會有些很慢的運動呢 有沒有 不如我們一起來 有些運動是很慢的 太極了 但是 唉算了那些 總之 你們 會有一個很強的衝勁 OK 也會有一些 挺好的收穫 會得到一些獎 因為你們夠快 OK 當然跑步 跑得最快 游泳最快 你們就得到冠軍 這件事很合理的 OK 不過呢 我反而要 如果真的運動員的話 我要提一提你 小心呢 不要容易發生一個身體上的意外 對 而真的幾容易會造成一個長期的傷患 OK 所以呢 比賽還不比賽都要顧及自己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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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資格 那如果是這樣呢 我不如連帶一提 我剛剛講過那些 所有有關做生意 或者那些 經紀的跑單那些人 那 來了一個賺錢的機會 快還快 但是也請 檢查清楚中間的細節 不要令到 最後是健財化水 然後呢 又不爭再 繼續去引申 那個生長 那 所以現在呢 竟然不是全部好消息 原來你們農曆六月 都有一些事情需要小心 要避兇 正所謂的避兇 正所謂的避兇 落極心悲 有時做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都要小心落極心悲 就好像運動員 就算你游得最快 拿到第一 或者跑得最快 不小心扭身 都是叫做落極心悲 但是不單是運動員 就是 所有上升 或者太陽白陽座 都要小心落極心悲 OK 還有呢 如果有時候 你們自己有些 hobby 試試玩開的話 小心 他接下來的洗費會高了 OK 就是我當 不知道 你每個星期都要去玩 去西貢 玩Wakeboard 但是忽然之間 那個教練 或者那個租船費 是提升了 OK 又或者你們接下來 也會有 財政一個很大的變動 OK 然後呢 有機會 令到你們 不再夠錢去玩 OK 好 如果你們真的問我 咦 接下來財政變動 是什麼原因呢 以下這個解釋 就是我在這個農曆六月 要帶給你們最後一個訊息 是你們的家庭 你們家庭會出現一些 送舊營生 破舊立生的狀況 首先 所以一定會有破財 OK 你們接下來那個 為了家庭的事情 會出現一些破財 但是 破財都 minor 以及已經結束了 我就交代了 為什麼你們可能不夠錢去玩 OK 但是我現在就專門專注 說你們 這個農曆六月 家庭會發生什麼事 會有一些舊的東西來 不是有一些新的東西來的 第一 如果是人的話 那可能有一些 生離死別的現象 OK 但是不要太過擔 不要太過不開心 因為生老病死 本事平常 是吧 這些東西你避不了 但是同樣高興的就是 而且不一定是死的 可以是有些人移民 是吧 OK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世代 OK 有些人會舊的會走 OK 但是同時呢 有些新的成員會來 那是什麼 可能有人嫁入你的家庭 或者有新的嬰兒出生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呢 都是會令你破財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當真是 有人死亡 那你要做白金 是不是 如果有人是離開出國 可能你會封封禮事給他 然後有新的家庭成員 那你又要給禮金 然後又要給寶寶禮事 那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會破財 然後他就是在說 舊的和新的一個替換 對不對 好 第二件事 那我當如果你裝修搬屋 是不是 那你扔一些 你會扔了一個舊的家庭 但是同時又要添置新的東西 那這裡又是要花錢的 又或者 那你搬去 即是你搬離開一個殘殘舊舊 不再住的屋 那又是離開舊的東西 然後去一個新的居 那當然搬屋又要花錢 所以呢 我覺得 這個其實就是你們破財的那個原因 但是 估物論 還是你們有可能 其他破財的原因 我不管 但是總之你們家庭 接下來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那 是不是有點悲喜交集 那接下來就有一個這樣的心路歷程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b、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支亂南星雲 都算是在元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 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速度很緊 他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給大家發掘